刚刚呢我们做这个事情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刚刚也说过一次 那我们把这个重要的内容呢 我们也放到我们科技上面 科技上面这个你有 也是一样的 首先对它做一下分内做下去虫 然后呢 再构建一个全文明的数组 然后呢去进行一下复制这个操作 然后呢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最下面 我们还有一个DFJoin这个操作 DFJoin是干什么呢 就想象一下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刚刚创建一个全文明的数组 我们想把这个数组在复制1之后呢 把这个数组和之前的这个DF呢 合并到一起 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假设有两个数据 DataFrame数据 它们形状 它们的函数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把这两个数据 放到一起去统计去分析 或者说我们想把刚刚的 复制为1之后的这个数组呢 放到之前的那个DF里面去 进行之后的后续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Join的做这个事情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来学习 数组合并中 关于Join这个方法的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Join这个方法呢 首先它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帮助我们 把所以相同的数据呢 合并到一起 那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 所以相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那所以指的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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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行所以相同的合并到一起 比如说这里有个AB 这里有ABC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T1JoinT2 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由于T2只有两行 但T有三行 多一个C这一行 对不对 所以说在T2 T1JoinT2之后呢 在T2里面 C没有的地方 全部都是NA 这个效果呢 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 然后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是T2JoinT1 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不清楚对吧 不清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iPad 尝试一下 这点好吗 节奏环境 行 没有了 ipassin 然后呢 import pandas 或者pd pd.dataframe 然后呢 我们先构造一个 构造两个数组 比如说一个数组叫 tdf1 对于np.df1 全为1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给 做一下复制 求您的形状呢 假设是 24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colum 然后呢 它是两行 所以我们就给个a 还有给个b 然后呢 再给它一个index 对于 对于 st abc input np 是NP 少一个D对吧 两行四列 写错了 这是应该是index对不对 两行 所以index是 这个样子的 那么DF1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看一下DF2我们也给它造一个 pd.dataframe 然后呢也是NP.zeros现在是 然后形状我们给它一个33 然后呢index 给它指定一个 A bbc 那么再给它一个columns 指定一个list xyz df2这个样子 那么df1.join df2 df1.join df2 肯定就是以df2为准的 df1里面如果没有 那么就是nan 对吧 就是cobe 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直观的对吧 所以后期大家在使用join 合并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 如果两个地方行数会一样 它会怎么样对不对 那当然当前我在这里给它指定一个index ab 这里是abc 那如果说在没有给它指定index 情况下 那这个地方ab肯定就是01和012了 对不对 那么它们之间也是可以进行这个合并操作的 那当然呢 必须两边都是 要么都是01 012 要么都是ababc 这种形式 你解释吧 如果它都是数字的话呢 数字确实也是它的所以 对吧 所以只要这个数字所以相同 它们也是能够合并到一起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还有一个d 对吧 如果df3 df3里面 这样就没有abc 那这个时候df1和df2呢 是没办法和这个df3的进行合并的 你解吗 因为join 它就是按照这样一个index 也就是我们的行数影来进行合并 那既然有一个东西 有个join方法 按照行数影进行合并 那么肯定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按照列数影进行合并 对不对 那么按照列数影进行合并的这个方法呢 叫做merge merge merge这个操作呢 和我们之前 所有数据库里面链接很像 内链接 外链接 左链接 右链接 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说大家不想在 所有数据库里面进行这种操作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把数据读出来 然后再通过pandas 进行做 进行这样一个合并的操作 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下面呢 看一看它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 我们刚刚说了 它是按照列数影进行合并 但是呢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df2和df1里面呢 没有哪列的列数影是一样的 对不对 没有哪列的列数影是一样的 所以首先呢 这里呢 首先如果说我们有个df3 等于什么呢 等于p.getaframe 那么np.也是一样的zeros 我看一下df1是 然后也是 它的形状也是33 然后这里呢 我们的index不用指定 就是指定columns zlumns 然后等于list 比如说我们叫fax 这是df3是这个样子的 df3是这个样子 它有个a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有个方法 比如说叫df1.merge 然后呢 这里选df3 然后呢 给它一个参数叫on on就表示按照什么 进行这个合并 理解吗 那么on 就写个a在这里 它也可以按照a进行合并了 我们看见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 大家猜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df1是这个样子 全是1对不对 df3全是0 他们按照a进行合并 咋合并呢 看到没 empty dataframe 空的 dataframe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这个on呢 表示它在a这个列存机上进行操作 但是呢 列存对的值呢 它们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们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操作 但是在more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操作 那这里所说的more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more的情况指导就是 它的一个内连接的操作 那内连接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取它们的并级 你解吗 在more的情况下 我们more的操作取的是并级 当前df3全是0 df1全是1对吧 它们的并级肯定就是空了 没有了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个empty dataframe 那如果说我们把df3通过.loc 这种方式 比如说 我们把第一行跟d a列 然后做一下复值 复是什么呢 比如复一个 第一行的a列 复一个e 我们看一下df3 现在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它有一个e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按照 之前这种方式进行合并 ma 这个时候它的并级呢 肯定是 会有一个结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的 a为1的 对不对 a为1的 a为1的在 我们的df3里面 就只有一行吗 对不对 这样做了 看不出来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应该给这个a 多付一些值 因为a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df3这个地方 它全是0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 结果也全是0 我们可以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df3给重新的做一遍操作 我们不在这里写zeros了 我们给它写一个np.range这种写成栏 到时候合并之后的效果大家应该能看清楚 np.range 和range 和range一个9 然后shape33 33和range 然后现在df3 然后现在df3是这个样子 现在df3是这个样子 a它是有一个1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df3它是一个什么类型 int类型 是不是 但是我们的这样一个df1 是一个float类型 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尝试 对不对 尝试看它可不可以取到这个值 对吧 我们df1.merge df3 然后呢 a 大家来看一下 是能够合并到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按照它真正的值来的 这个值确实就是1 这个值呢也是1 那这个结果df3 merge df1 merge df3之后的 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 0 2 出现两次 为什么出现两次呢 因为df1里面有两个a 都是1 看见吗 当进行零点节操作的时候 这一行和这一行能匹不到一起 对不对 那下面这一行呢 和这一行呢 也能匹不到一起 所以说右边fx这个地方 多了什么呀 两个结果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df1.roc 然后对这个进行压负值 把b这一念 把a这一念 然后呢 a这一行 负值为100 df1现在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df1再mergedf3的时候 最后大家想一下 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只有1行了呀 为什么只有1行呢 因为他们按照a这一行 进行合并 a这一行里面 它只有一行是值相同的 就是e这一行相同的 其他都不相同 对不对 因为df1里面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a呀 在a这一念里面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a呀 等于1的对不对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df1里面 a这一念 只有一个值 它是结果是1 然后呢 我们的df3里面呢 它也是一样 只有一个值是1 所以它只会把这一行 和这一行 进行这个合并 其他都不会合并的 对不对 因为某种情况下 我们取得是这种 内连接 并且的操作 能理解吗 那么为什么之前 这里会有两个数据呢 因为在df1里面 它有两个e的 每个e都可以和df3里面的 这个结果进行一个连接 所以这里就有两个结果 是一样的 都是0202在这里 看出来了吗 能理解吗 那么刚刚说到 这是一种内连接 对不对 那既然是内连接 那肯定还有外连接了 对不对 还有左连接 还有右连接 对吧 那么外连接 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传一个参数 叫做haw haw就是我们指定的 它是按照什么 连接方式来进行 比如说more情况下 它是inner 就是内连接 那么我们也可以 给它指定一个outer out 看一下 外连接的话呢 就是取得是这种 并级 并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这个地方呢 是df1对不对 后面这个地方呢 是df3 在当前这个地方 它在取aj里的时候 发现没有是相同的 所以它们全部与df1为准 df1里面出现的 说错了 不是df1为准 两边都会为准 两边都会为准 如果一个里面有 另外一个没有 就是man来补全 一个里面有 另外一个没有 man来补全 就是在df1里面 df3里面有个东西 但是df1里面没有 df1里面这个pcd这块呢 都补为了man 对吧 fx呢 是我们df3里面有的 但是df1里面没有 所以在df 最终于这个结果 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补全为了man 能理解吗 那么对呢 还有左连接 所以左连接呢 就是左边这个df为准 就是df1为准 reft 那对于df3里面有的 它就显示 比如说这行就显示了 没有的话呢 就是man就操作 这样一个结果在这里 能见吗 那还有右连接 就是以df3为准 对不对 oig ht 你看一下 右边这个df3 它一共是有三行的 对不对 这刚刚是df一共就两行 所以结构就是两行 df3一共有三行 所以结构就是三行 对不对 因为以df3为准 那么df3为准 df3的 首先它所有内容 都会呈现出来 如果说df3里面有 但是df2里面没有的话呢 df3里面有 df1里面没有的话呢 df1对的位置就是man 这是我们都是以这样一个df3为准 然后呢 把df1拿过来 比如说这一行数据 是df1和df3都共有的 那么这一行呢 是df3全部有的 那么df1呢 它是没有这个值 或者说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前面呢 把bcd放过来的 在df3里面 它是没有bcd的 但是df1有 但是他们a这个地方相同 所以把它放过来了 然后下面这一行呢 afx是df3 df3有的 但是df1 df1呢 它是没有 但是在bcd这个位置呢 是df3有 然后df1有 但是df3没有 所以在这里呢 就复制为man了 相当于全部都是以df3为准的 一共有多少行 它这里就会显示多少行 然后呢 没有的话呢 df3它本身没有的话 就补充为man 那这里 你做连接的时候呢 就是以df1为准 df1有多少行 结果又多少行 df1里面没有的 补充为man 那么 这是这个样子 我们直接用了个on 那很多时候呢 他们连on都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课件上这种情况 t1 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 在o这一页呢 abc 那么t2呢 在x这一页呢 cd 看见了吗 他们样子没有一个相同的页 所以 名字都不相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使用neft1和write1 这两个参数来 neft1表示的是 我们的t1里面 按照哪一页呢 进行这个合并 那么write1呢 就是t2里面 按照哪一页进行合并 我们知道 在我们不穿号的时候 或者号对于inner的时候 默认就是内连接 就是并级 对不对 所以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有一行 因为他们只有 一个在o 一个在x o 是这一页 x是这一页 只有c是相同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把x 或者o对于c的那个值呢 给取出来了 内行给取出来了 就是取得并级 对不对 那加上inner之后效果 也是一样的 那么外连接的话呢 就是 t1和t2进行去交集之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相交的内行呢 肯定全部是o对于c x对于c内行 那么其他的行呢 全部补充为nm 有的我们放上去 没有的nm 全部补充 这是外连接去交集 那么还有左连接 也是一样的 左连接的时候呢 t1为准 t1里面有几行 结果就有几行 t1里面没有的 补充为nm 看见了吗 t1里面没有的 补充为nm 那么t1.merc t2呢 外用连接的时候呢 以t2为准 t2有几行 结果就有几行 t2里面没有的 补充为nm 好 我们之前在mys后 想数据库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忘记了对不对 忘记了可以看一下 像mys后呢 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呢 这个inner inner是不是 inner是交集 inner是交集 这地方写错了 对不对 交集 就是按等的操作 对不对 交集 集合 交集 交集 交集啊 这里是并集对吧 交集哈 你写错了 就是相当于是inner的时候 就是取得这个under的操作 然后呢 去并集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all的操作 对不对 all的操作 out的时候就是all的操作 这个地方 这一块大家能够理解吧 那么下面呢 有这样的动作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我们这个练习呢 刚刚已经做过了 对不对 已经做过了 就是把分类信息呢 给呈现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是在单纯去统计 这个分类信息的时候呢 是没有必要用到这样一个 合并的操作的 不管是join也好 还是merge也好 但是这个操作呢 可能在后期的其他地方呢 也经常会用到 特别是我们数据比较大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使用merge和joy来进行 那么在这里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joy是按照这样一个 夜索引进行的操作 那么merge呢 是按照行索引进行操作 能理解吧 merge按照行索引 说错了 merge按照列索引 然后呢 join按照行索引 对不对 就一个是index 一个是column 那么join呢 按照是index来进行的 那么merge呢 按照column来进行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这个非常简单 如果到时候大家忘了的话呢 其实在iPads里面 进行一下尝试 就是可以理解 它是该到底该怎么进行的 那么就算是否判断了 就算是因为它是否判断了 那么就算是否判断了 就算是否判断了 就算是否判断了